拉姆尔记下第八章 此后大卫攻打菲利士人 把他们制服 从他们手下夺取了金城的权柄 又攻打摩亚人 使他们躺卧在地上 用神量一量 量二神的杀了 量一神的存留 摩亚人就归服大卫 给他进贡 所把王立和的儿子 哈大底蟹往大河去 要夺回他的国权 大卫就攻打他 勤拿了他的马兵一千七百 步兵二万 将拉战车的马砍断提金 但留下一百辆车的马 大马士革的亚兰人 来帮助索巴王哈大底蟹 大卫就杀了亚兰人二万二千 于是 大卫在大马士革的亚兰帝 设立防营 亚兰人就归服他 给他进贡 大卫 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都使他得胜 他夺了哈大底蟹 臣仆所拿的金盾牌 带到耶路撒冷 大卫王 又从属哈大底蟹的 比他和比罗他城中 夺取了许多的铜 哈马王 陀以听见大卫 杀败哈大底蟹的全军 就打发他儿子 约兰去见大卫王 问他的安 为他祝福 因为他杀败了哈大底蟹 原来陀以 与哈大底蟹常常征战 约兰带了金银铜的器皿来 大卫王 将这些器皿和他制服各国所得来的金银 都分别为圣 献给耶和华 又是从亚南 摩亚 亚门 菲利士 亚马利人所得来的 以及从索巴王 立和的儿子 哈大底蟹所掠之物 大卫在严谷击杀了亚南 一万八千人回来 就得了大名 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 以东人就都归服大卫 大卫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都使他得胜 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 又向众民秉公行义 喜卢亚的儿子 约亚做元帅 亚西律的儿子 约沙伐做使官 亚西徒的儿子 沙都和亚比亚 他的儿子亚西米勒 做祭司长 西莱雅做书记 耶和耶大的儿子 比拿雅 统侠基利提人 和比利提人 大卫的种植 都做领袖 这一集 的 都是 感谢观看